在上一次的谷草菜,我们菜前有介绍一匹潘顿的冷门,就是绿色油云 结果这匹马顺利爆了出来 今天又有一匹潘顿的马,是值得你去留意的 这匹也是一匹冷马,就是第五场的9号,伊斯坚 为什么?我们首先看看这匹马是什么马 所以如果你是阶牌计算给用者,你可以去第五场所有的赛绩 就选这匹马 你看到它是一匹四班起步的马,就是之前就没参加过比赛 是上个起步,上个尾,是三岁的质身马 第一次出赛,跑的是1200,结果复很远,十个身位 第二次初跑1400,请留意 当一匹四岁未参加过比赛的马 第一次跑1400,有表现,这匹马你必须要留意 为什么?因为千四马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被初出马,或者未跑过的那些质身马去管理这个路程 更何况它是一匹三岁的很年轻的BB马 第一次跑,99倍,幕后完全没有信心,就被它出去跑,排外档 它竟然是可以,凭着后想力,跑过第三,不断扔22.9,时间1分22.5 即是说在这一场赛事,这部三岁的BB马初跑这里 让我们看到它有一段1400的爆炸力 同程,对不对? 如果再看对手,这场跑第二个名字叫怪兽都市 怪兽都市,你可以查一下这部怪兽都市是什么了 那你就记住,它是A190,对不对? 这场赛事是661 那你即是可以去,即是数据库,去资料库那里 你去查这一批怪兽都市的略号,就是A190 即是在这个略号那里打,即是等于这里打A190 这一批怪兽都市的略号那一批 在这里,不是,跑第二的 那这一批伊斯坚跑第三就是这一批,上一批 上一批的,结果怪兽都市,再出跑第二 再加一批之后跑1400,跑第一 那即是说,这一批伊斯坚他初出展现的能力,跑进第三 绝对不是一场是差的对手 而且其实是一个可以叫做key race 因为其中一批跑第二的,再出也是入Q 然后就赢,对手很强的 前置马,他可以这样冲上来 好了,接着之后呢,再出了 接着又赢了,因为他这里跑得近 这一场呢,他就跟着在中间的位置在三叠 其实是不太理的,但他跑输很少 都是输两个多身位的 就输给他的头马叫做友谊之星,是V379 那我们也可以查一下,他输很少 对手是V379 友谊之星,是这一场赢的 友谊之星上了三班,隔两张,再赢 就赢了1600,即是升三班都可以赢 那就是说,这两张伊斯坚 跑得不错的,长次的对手 其实都是强对手 即是所谓来自的 可以叫做Key Race 好了,今天就在这里了 这个是上季的 下一场再出,换潘顿 潘顿就是赫言的杀手 这个你就自己查了 在资源数据库,你可以查一下 今季赫言一半的头马都是潘顿经手的 好了,那这一仗为何这么远呢 这一仗为何这么远呢 这一仗为何这么远呢 首先你看看,转潘顿的飞和上一仗 其实没什么分别 差不多 即是说,换了杀手的时候 为何没什么飞呢 那这仗为何跑得这么差呢 是否能力不行 或者没有形式 或者下跌下去 你要找答案 这个2D的数字是看不到的 你必须去3D的指导看 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看那一场的带 好了,那就是这一场 首先我们来看看 他那场的跑第三是如何跑进来的 好了,我们首先看这一场 他是如何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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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中间投资往外面是领厂者 摄入内篮 尾四粉红三 友谊之声 就拍着这只依斯坚 尾二就是旅游大市 包到尾是包成的 过这个800米段柱 前面带头是怪兽都市 做完第一步先 接着第二位京城街寶 第三位中档 印印脚 外面纷纷进棋 内篮第五就是这只大热门的黄牌 再在外面位置的马 还有这只领厂者 你都预计他三四达外面的了 厚一点的马 还有红眼罩 这一场也是有友谊之声的 他是冲过了友谊之声的 他现在在这里 他在望空了 400米 开始冲了 记住他是三岁第一次跑千四 幕后完全不知道他有什么能力 水很冷 你看他 怪兽都市是一匹千四的放途实力马 他可以这样冲上来 看不见 假仗之后 也是跑得很近的 接着配了杀手 但没有什么费 第一有个热点在这里 第二 第二 如果你是那个列马士 或者骑士 要搏杀的话 这匹马 它是有千世同情的 末段犬境 即是说 在后面就不要紧了 你是 转入直路 就应该在 外面冲了 如果你是幕后 或者骑士 要搏杀的话 相信这东西 你会同意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一看 潘顿是否 有心 还是被逼 被人 逼到里面跑了 OK 我们看一看这一仗 即是这一仗 排七档的 它是这里 这匹马 开台都是容易跌的 你留意一下 等一下 不知道是特意调到无疑 或者被逼 我们不知道 在这里 接着卖栏 因为这匹马 你要冲 这场的迫速又不是快 所以前面很有机会被人挡 可能是上出出不到 我们不知道 但你看它最后是怎么跑 为什么会输这么远 一路黏着这条栏 接着转弯 它也是转右太 我认为在里面冲 对不对 但你一看就知道里面 一道强 长 根本就没可能 接着被人 骚扰一下 接着它就收工了 就没有跑了 你看到很明显 它已经不推了 对不对 更加不会推 你看看这些马 还在打边 就像神操 那样 发基之友 及时行乐 那些马 接近中的发基之友 外面 摁了上来 有机会赢出这场赛事 及时行乐 应该是第二次 里面有安器 还有阵分不分 所以这一场 是有机会被迫在里面跑 以及在直路上被人挡 接着被人剪掉 他的线 然后就没有跑了 所以他这个 负这个身位 是绝对是一个 misleading 对不对 就是 是不可以计算的 就是不可以计算的 对不对 那就是说 其实 他这一场是没有跑过的 对不对 好了 三岁 接着现在转四岁 开始成熟 对不对 今季 第一场就跑过 谷草的千仪 也是初初跑的 就找个阳明伦 也没有飞 二十多倍 八档 所以没有表现 不出奇 你可以当它试杂也好 也好 或者是热身也好 因为 你想到了 这一批马在千四 它的能力在千四更长的路程 就是比千二来算的话 更加长 都要后上 那你就跑谷千二 还短直路 对不对 那摆明 那个路程应该不对 现在何方排外档 好了 今次 然后呢 就转回 又来潘顿 对不对 那就是说 预约这场的赛事 是一场 步出不快的赛事 因为没有什么快的放途马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转入直路之后呢 大家的马就要到末端了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伊斯坚在这个位置 如果他这一场 是要拒绝的话呢 他就会在外面 早点看空 跟着和你斗一条直路 那当然他是不是拒绝 我们不知道 他这次是一批大冷漫 为什么我要你留意呢 就是 这一场 其他的同情对手 其实 有很多都是 你说 没什么哪一派是真是赢的 请跟我来 仍是三岁 是质身马 是吧 有钱分 这些都是適存的 亦都是质身马 火八盒 亦都是 跑同情质身的 所以 加上那只金碧枯也是 帝姓之姓五岁 他不属于质身 但他这个同情都是实力 那就是说 是没有一批超级的对手 而且很多都是质身 意思是说 这一场这些马就要斗什么呢 就要斗 斗谁进步 是不是 哪一批会进步得多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些 资料是掌握在联马斯的身上 那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 即是说 既然这么多批都是要博 我们要博 买它 主要是 进步得多不多 谁进步得多 或者多一点可能就有机会 是不是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一样东西就是 很多马 是不太好分的 请跟我来 是2.2倍 是延门 是不是 接着再看那只 那只 有钱分 10倍以下 是不是 帝姓之姓有些实力 接着 火白俠 是不是 都是11倍 但是 同样都是大家博进度 就是大家要估博 它要进步 側身马 意思是 25倍 意思 你突然之间看到 好像 买大小 明明是2倍 咦? 为什么有一批 有一批是买大小 突然之间6倍 那你当然是买6倍 那个 因为在心目中 大家都是要博 都要估它的进度 那当然是买它的赔率高 这些叫做抵卖 对不对 更何况它现在配的是 Top 1的骑士 所以 是非常值得留意的 那当然 刚才我有说过 如果你查过 资源数据库 去联马斯骑士那里 选择今季 选择賀賀賢 你会看到賀賢今季 是 赢了8场Win 潘顿京首4场 就是一半的Win 是潘顿京首的 赫源今季总共有12匹马入Q 就是加上Win 一半也是潘顿的 他是他的杀手 上季也是 如果你 你看看上季 最多Win的是潘顿 最多入Q的马是潘顿 所以赫源突然之间 他配第二位呢 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突然之间 今次配杀手 又有这么好分 那这匹马其实是 可以留意的 因为他是属于一匹 有价值的烂马 所以这匹马你自己 记住留意 至于怎样用呢 当然是你自己 持续 如果 垃圾 除非他不断 走得很急 走得50倍 60倍 那些就不对路了 只要他拉到外面 其实这匹马是有机会的 所以 你可以好好地 运用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牌 减少计表 和职业数据 附的用者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就建议你 订阅这个频道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频道一直 要教你 是怎样有效地 运用这两个表 和会给很多实例 而且手法是非常多 现在才刚刚开始 我们通常一段时间 讲某一个题目 加一段时间讲另外一个 OK 所以没以为你已经是 看到之前 以后都是一样 不是的 有很多新的 所以你记住 多点回来看这个频道 因为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OK 如果你还没有这两个表 即是职业牌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立即去这里 即是我们任何视频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这个位置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 订阅这两个表 因为订阅这两个表 你每个赛逸的成本 都是30元而已 几乎等于你买一本马步 的价值差不多 OK 如果你在这个频道 看我们的视频 而你是没有这两个表 的话 我们一直一直 推介那些很有效的方法 你可能会跟不上 因为未必知道我们讲什么 就算你知道我们讲什么 但是你透过其他 例如报纸 马一簿 或者上网那些 你要做到效果出来 你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是绝对不值得的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人 钱是可以找得回 是时间 这一世都找不回 所以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一跑马一跑两天 就忽略了家人 特别当你有小朋友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是非常之不值得的 OK 和自己最深爱的人 将那些时间 花在他们的身上 这个才是最快乐的事 OK 所以千万不要做 为了跑马 倒马 忽略了身边最爱的人 所以要做这个效果 你就必须有一个 很快可以令到你做到很多效果的工具 而且那个价钱 等于买几份报纸 和一份马一簿的价钱 30元而已 所以如果还没有的话 我就建议你 就立刻去我们任何的视频 下面要订阅 请去一下 立刻订这两个表 订到之后 如果你还没订阅这个频道 我就建议你在这个位置按订阅 因为有新的视频一出 你就立刻会知道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我们一路会教你 怎样利用这两个表 去有下感跑马 而且会告诉你建议 用什么方法下注 是最划算的 意思是说 是用几个水 是薄个饼 千万不要 一个菜鱼 买几千元 都说了 除非你是有钱人 我没什么说 如果你不是的话 如果你是打工仔的话 如果你每个菜鱼 买一千或者几千元 你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只买几百元 然后将剩下的那些 那些过千元 立刻存在 将它用在每年 请自己家 亲爱的家人 出去旅游 或者将它放在你自己 如果你有孩子 放在他们以后的 大学基金里 这个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 你又开心 家人又开心 所以如果你是平时买很大的 就是这样的 麻烦你 听我的建议 立刻Cut 每个菜鱼 买几百元 但是买几百元 不代表你赢不到大钱 你必须要很smart 聪明地去拿住 的意思 在这个channel 我们教你的 运用这两个表 所选的码 全部都是一类码 就是实力码 重要的是说三句 实力、实力、实力 和form 即是近将那些 为什么呢? 跑马是一个运动员 就是人类游水 或者比赛 跑步的 实力、近将的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等于买浪拿到 难道你买之前的大寿吗 当然买现在的施浪 他是近将的实力分子 等于你是打麻将 打麻将 是讲求运气 打麻将是讲求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 记牌、记牌、记牌 只要你天天练记牌 长线同一阵 不太懂得记牌 或者不注重记牌的人打 你就未必每次赢他们 但是长线这样 那么你就整天可以ест硬 退一下 这个道理 在 dollar是一模一样 因为拼的都是实力的 所以 我们这个频道教你 或建议 或者推介 两样东西 第一 你 去 macam sure 一个基础 买的 必须实力最好 był童帧的 且还是有做法 第二 第二,你的买法,投注的策略是必须以小博大 必须要用过饼来做一个目标 等于你五倍的码,你买五个水WIN,你是过不了的 所以你做这些买法就放弃了 所以我在这个channel教你一样东西 集中买实力码,第二,集中用小本去博大东西的方法 带到你价格去造成薪大的效果 第三就是非常之重要 每个 sponsors不要买这么大,最好是不要买过那一签 如果你是打工仔的话,如果你现在买过那一签 听我说,立即剩一半 或者三百块的买,"然后做什么呢? 拥有这两个表 这样你就一直在这个圈里跟着我们去 我们有很多新东西就来的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能跟不到的了 就不知道我们说什么了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就好像很容易好像我们用者那样 是可以整天整天种到大野的 所以还有的话 建议你现在努力按这里 如要订算去以下努力按这两个表 因为分分钟在未来的岁 博到大野那位人士就是你了 千万买不信 我们有很多用者都是第一次用 就立刻博到大野的 如果你是想学多些 关于如何用小本去博到大野的买法 或者爬马的方法 当然建议你订这里 按这个位置订阅 新的视频你就不会错过了 如果你觉得今次的内容对你以后的爬马 或者简马或者投注方面是有帮助 或者有启示的话 就不怪你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like我大野按一按 不断鼓励一下 好了 我就在这里预祝你在未来的赛日 又过多关又过多大野